大家好,今天是2022年3月17日 我们进入美股个股技术快评 首先我们来看苹果股票AAPL 那苹果股票在3月16日生成了一个带有长下影线的一个中红K线 那长长的下影线代表它下方有很大的一个支撑 那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站上了较前一日站上了5均和10均 对,那出现了一个强势的反弹 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如果继续向上的话 它下一个目标一定是20均线值 对,但挑战20均线值呢 我们会看到在这里边有一个我们画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线 对,和3月17日的一个焦点 也就是161 这一点呢和这个120均线值 和当天3月17日开盘之后新生成的20均线值啊 几乎是在同一个位置 所以在这一个位置呢 将是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压力位 也是一个重要的支撑 那如果股价能够在后续一个交易日继续反弹 站上这一个点呢 那股价如果再出现回调 然后再上涨 再上涨 对,这样的话就有一个转多的一个可能 好,那下方的支撑呢 我们认为是3月16日这个K线实体的下沿 也就是157将是3月17日的一个支撑 对 好,下一只股票 FB 那FB我们会看到在3月16日也是出现了一个强势的反弹 而且是留有下方 留有缺口 那一举占上了各条均线值 对 那 我们 那这样呢 一来呢 而且带有大的成交量 那这样一来呢 我们认为股价可能会继续反弹 那现在我们调整一下这个水平线 我们把这个水平线下1到213.5 对 也就是说我们会看到2月28日这个K线的最高 屏幕的右上方213.15 对 那接下来呢 我们认为股价如果是继续反弹呢 它将成为一个标志 也就是如果能够站上这个高点呢 再回调 我们也会看到也是能够有一个转多的一个可能 对 好 那我们看下一只股票 亚马逊 亚马逊 在3月16日收盘 是我们会看到 站上了这个2993这样的一个标志 这个标志呢 是3月11日这个黑K的最高 对 那也就是说一旦站上这个标志线 我们会看到短期啊 出现了一个底底高 头 头高的一个短期的一个多头被建立 对 那么 嗯 这样一来啊 我们先去除一下这个水平线 对 那下方的这个水平线我们可以把它先去除 对 好 那如果建立了这样一个初步建立这样一个短期的多头啊 那股价如果是继续向上 那么它的下一个目标一定是3089 对 那么3089呢 是2月28日的这个呃叫做最高嗯 屏幕的右上方是3089 对 那么我们把目前的这个水平线上一个 对 好 到了这个位置我们会看到如果股价呃继续向上的话 下一个目标将是呃这个这个位置啊 那当然呢我们会看到上方在3月17日开盘之后面临的也是在这个位置会新生成一个60日均线值也是呃重合在这里 那它将构成一个压力位 对 那如果股价运行下方的支撑呢 我们认为呃是3月17日新生成的五均值可能将成为一个支撑 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趋势线的呃上行线和3月17日的焦点这个地方大约是在2978这个位置嗯 好我们看下一只股票 AMD 那AMD呢也是收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标 那留有长长的下影线一个呃比较长的红K 并且呢站上了20均线值 对 那么啊股价后续运行呢 我们认为可能也是会继续向上向上挑战 那么再向上呢我们认为这个在这里有一个下行趋势线的一个上经线 那么它和3月17日的焦点呢是在115这个位置 对 那么它呢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压力 也就是在开盘之后如果或者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 如果收盘价呃没有越过这个呃下经线的这个值呢 呃上经线的这个值呢 那有可能股价会呃出现盘整 对 那么假如能够站上这个 115呢 那么他下一个位置应该是118 也就是说在3月3日的这个黑K的最高 嗯 118 好 我们看下一只股票 nvda nvda 英伟达 那英伟达我们会看到也是一个强势的反弹 高开高走并且在下方留有一个缺口 那开盘即占上了这个20均线值 对盘中回踩 那呃来回补一下这个缺口 那我们也会看到这个英伟达目前如果我们看这是头 头高 底 底高 那我们会看到也是初步建立了一个短期的多头 对 那么他的股价占上了20均 同时我们看到下方又有很大的成交量 那这都意味着股价可能会继续上行 对 但是我们不排除他会呃出现一个回调再上行 嗯 那么我们现在呢去除我们来调整一下目前的这些辅助线 我们把下方的这两个水平线都去除 对 好 然后呢 对 我们把上方的这个水平线下移 对 我们下一道249这个位置 对 也就是说在2月18日的这个最高 对 那后续呢 我们认为股价如果再向上运行呢 那么这有可能就是说他上方的一个压力位 当然包括在开盘之后 3月17日开盘之后 上方还有一个60日均线值 对 那他将成为一个压力 那再向上的压力呢 我们认为还有一个就是在 嗯 2月17日的这个最高 是257.8 我们把这条线也划出来 对 我们留下这两个辅助线 我们看看股价如果继续上行 能不能占上这两个压力位 那么股价继续运行 我们会看到下方的支撑在哪里 下方的支撑我们认为应该是 3月17日生成的5均值和20均线值 他们也有可能会交汇在这个区域 对 那也就是说下方的支撑在这里 下一支股票 WFC 富国银行 对 那富国银行呢 在3月16日 他也是出现一个继续反弹 那很可惜呢 他的收盘价是收在了20均线值的下方 嗯 对 然后呢 上方呢 他又留有一个比较长的上影线 那这样一来啊 其实也是给出一个信号 就是说这个股价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盘整 对 那 好 我们来看 那 如果依据我们现有的这个K线的指标 那么它是一个收盘 我们会看过前高 有大的量 对 下方的这个KD值啊 和MACD值啊 都支撑股价会向上运行 嗯 那这样一来啊 我们展且定义 它还会继续反弹 对 那如果反弹呢 在3月17日 我们认为 它上方的一个压力 就是当日新生成的60均线值 和我们上方原来定义的这个 黑K的上延 那么它将成为一个压力 那下方的支撑呢 我们认为应该是 3月17日当日新生成的一个五均纸 或者说下面这个 嗯 现在留有的这个缺口 好 以上是我们对这六只股票的技术快评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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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